由陈可欣导演黄晓明 邓超 佟大为主演的创业传奇电影《中国合伙人》17号的全国上映以来 不到三天的时间就斩获了过亿票房 那么昨天 中国合伙人的主创人员陈可欣 邓超 佟大为亮相石家庄和影迷们见了面 三位主唱刚一进场就引来了粉丝的热情欢呼和尖叫 邓超不忘耍宝 拾起了石家庄话和现场观众打招呼 中国合伙人讲述黄晓明 邓超 佟大为饰演的三位青年的创业传奇 故事横跨大学校园的青春浪漫 创业时代的艰辛成长 以及商业斗争的争锋相对 陈可欣以青春视角将梦想 友谊 爱情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既不失青春活力 又不乏真诚励志 在谈到影片被称为男版的至青春时 陈讨谈了自己的看法 有着超高女性粉丝园的邓超 也鼓励女影迷们走进影院 一起感悟电影带来的青春和启示 这个好像是说三个男人的故事 但是导演讲的不止就是三个男人 而是那三十年是和你和我和他 他都是有关系的 所以就是有的时候女孩看其实特别好 而且他们可以看到男人很多身上的心酸 和他们在这个大环境下 你说存活也好 竞争也好 是一个了解男人的攻略手册 我觉得可以给女孩先赌为快 然后再考虑结不结婚的事 回答听 Rams 好